我覺得這個爸爸也很可憐 就是 我們想要討好小孩的時候 我們沒有武器 就是沒有人教我們說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討好他們 所以我們當然就找競技來討好他們 你現在要想清楚 你要站那一邊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站在 你講清楚喔 好可憐我不憐 因為我就站在站中央 沒錯耶 就算中間只有一條線 就算中間 他都還可以引到健康上面 對啊 所以我們也 有的時候不管是爸爸 或是兩代都一樣 就是那個不知道該如何討好 小孩的那一方 我們需要給他一些武器 譬如說你不能給他巧克力 那可是你可以給他這個 我們自己做的餅乾 或我們自己做的小孩餅乾 那這樣他手上有武器 他就可以做討好的動作 或者是給他玩具 說這個小孩很喜歡這個玩具 那這樣我們就不會 一直去踩地雷 對 不過呢 小孩將來比較會孝順 這是有研究的 小孩這樣會比較願意依靠的是 那個規矩一致的人 真的嗎 喔 對 規矩的 對 一致的 一致的 那個規矩的 有些嚴格 但規矩不一致那沒有用 對 就我今天很兇的放鬆 明天不兇 對 一致的放鬆 好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1 谢谢大家